監視器畫面清楚拍下男子一腳擱在椅子上 大喇喇翻閱辦公桌上的公文 他疑似背對著鏡頭拿起手機拍照 不一會再把手機放進褲袋裡 持續翻找公文 整個辦公室裡沒有其他人在場 他就這樣肆無忌憚動翻西找 這裡是台南市北區第五交通分隊的辦公室 民眾提供影像 檢舉這名男子因為跟小隊長關係不錯 經常夜闖辦公室 拍攝辦案民眾的各資及相關公文 而且似乎得到小隊長的默许 該影片警察因為一年多錢的資料 影片中的男子警察為本分局交通分隊 黃信小隊長的民間朋友 無姓男子所處的位置是黃信小隊長的辦公桌 其翻頁座面上的物品的行為 本分局將通知無姓男子及黃信小隊長前來說明 如有違法將依法移送就辦 有人怎麼會在小隊長不在場的情況下進入辦公室 他涉嫌拿手機拍攝公文書的目的何在 公務人員是否因此涉及違反個資法 儘管是一年多前的影片 警方仍將進一步追查 對於交通分隊內部管理的舒適部分 將在查明之後追究相關主管的責任 無分局交通分隊接連發生內部管理問題 繼9月有遠景在上班時間 以辦公室電腦觀看動漫後 如今又傳出有民眾進入辦公室拍攝公文 警方表示一定會嚴加查辦 TVBS新聞顧守昌 他能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